企业家Elon Musk许愿 2026年要送载人飞船到火星 虽然就目前技术来看 要达成并不容易 但如果说真的有那么一天 人类到火星去旅行 不再咬不可及 那究竟哪些火星奇景 是乘坐飞船不该错过 今天要一探究竟 特别是其中第五警 超乎许多人的想象 包括中国驻融火星探测车在内 加上美国NASA先后的五部探测车 历史上一共有六部的火星探测车 成功登陆火星 若是加上缓火星轨道探测器 从1971年 美国与苏联首次发送探测卫星开始 50年下来 已经有苏联及俄罗斯 欧盟 中国 印度 阿联 与美国 共18个探测器 从火星传回影像 这些从地面与空中的珍贵画面 让我们今天可以更清楚看到火星美景 火星的北极宾罐主要是由水冰和冰冻的二氧化碳累积而成 沉降气流也让北极宾罐呈现相当奇特的螺旋状造型 奥林帕斯山是火星上的顿状火山 也是目前太阳系已知最高的山脉 高于火星基准面21,229公尺 比地球喜马拉雅的最高峰珠峰 也就是圣峰高约两倍多 水手号股是因1971年 NASA飞迪火星探测的卫星水手9号拍回照片得名 水手号股不但是火星最大的峡谷 也是目前太阳系最大最长的峡谷 长约3700多公里 最深处约有7公里 规模比美国大峡谷是大上4倍 西端峡谷之离破碎有如迷宫 被称为诺克提斯迷宫 赫伯斯峡谷是位于火星水手号股正北方的一个封闭峡谷 东西长约320公里 南北端最宽约130公里 深度大约5到6公里 比较特别只是凹陷区域的中心是一个自谷底隆起高约5公里的桌子山 科学家怀疑就地貌来看有水流通过的痕迹 科罗料夫撞击坑是以前苏联太空计划主持人科罗料夫命名 位于火星环北极的平原区 撞击坑的直径81公里 深约2公里的坑底 有厚约1公里半的水冰 加上看起来犹如干冰一般的低温二氧化碳冷气层覆盖 像个装满野奶的椰子 景色极为奇特 也是地球上看不见 加勒撞击坑是为纪念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加勒德明 这个撞击坑因为有happy face而广源之 撞击坑内的两个小撞击坑和一个半圆形的山脉造成笑脸感觉 撞击坑的影像最早是由海盗一号轨道探测器拍摄船 看到这个火星表面的星舰标志 不少行舰迷衣会很兴奋 但科学家说 这些位于火星南半球高地撞击盆地东南部的 到V字形图案 是沙丘、熔岩和风的交互作用产生 与Star Trek的标志相似 应该纯属巧合 最后这个景点火星两颗月亮 当然是在地球上看不到的奇景 你所看到这是NASA火星探测车 好奇号在火星举目望天 刚好拍下难得一见 火星两颗月亮交汇通过的画面 至于这段画面 则是当年欧盟火星快车号拍下 火星月亮最近距离的照片 或许有一天你很幸运 可以到火星旅行 尽千万不要错过这些难得一见的景致 或是在地球这一端遥望火星 通过这些探测车和轨道卫星 所传回的影像 可以先欣赏一遍这些火星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